創作歌手米金玄師即將在今年8月發行睽約兩年半的專輯Straight Sheep 當中除了會收入我們早已熟知的Lemon Flamingo外 這次來找來Red Wiz的主唱野田洋唱合作Placebo一曲 不過以上都不是今天要來講的重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Katspone 每首歌有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那些音樂背後的故事要來說的是 米金為林野剛和弦原主演日劇Mu 404 所量身打造主題曲感電 Mu 404講述的是在日本警示廳的一個機動搜查隊 英文簡稱MIU 上層決定將集搜隊從3隊增加為4隊 兩位男主角所在就是第4隊 而他們的搜查車號為404號 因此居名才叫做Mu 404 Mu 404是一部在開播前就造成熱烈的討論度的日劇 還記得米金的Lemon是為哪部日劇所寫的嗎 沒錯 這是十年里美主演的法衣女王 對於這邊要說一下 非自然死亡 Unnatural 法衣女王都是一樣的 如果法衣女王是台灣的正式翻譯 為了尊重官方 還有讓不熟悉的人可以快速查到 是我才統稱為法衣女王 回到正題 Mu 404的製作團隊就是當初法衣女王原班人馬 編劇同樣熟悉的野木牙記子 導演總員雅游子配樂得田甄裕 就任主題曲又交給了民進選師負責 如此堅強的製作團隊 加上主演的林野剛和新演員熱度效應 讓Mu 404開播第一集 收視率就超過了當初的法衣女王 另外補充一點 Mu 404跟法衣女王是在同一個世界線上的 所以你會在Mu 404中看到法衣女王裡的刑警 來協助他們破案 對這兩部有興趣的人 再自己去慢慢看吧 這次來的角能歌曲 《感電》 米金最初在收到這項工作邀請時 他看完了Mu 404第一二集的劇本後 覺得故事非常有趣 就決定要為這部劇寫一首最適合的主題曲 在曲子完成後 新演員也與拍攝空檔試聽了一下 同樣身為音樂人 曾經也寫過日劇主題曲的他 對米金這首《感電》給出了極高的評價 認為歌詞完美帶出了劇中的世界觀 由於Mu 404是講述兩個性格相去甚遠的行徑 被分到同一個隊伍 互相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 被對方的個性影響 漸漸也更了解彼此 歌名《感電》 中文意思為觸電 人跟人在接觸時有可能會產生靜電 雖然只是一瞬間 不過對兩人都產生了影響 這是我對《感電》這個歌名的理解 而歌中也用到許多 兄弟、夥伴等詞語 且歌詞就像兩個人在互相對話一樣 再來看到MV出現兩位主角 一位是坐在車上身穿綠衣的米金 以及整艙跑來跑去還飛上天的黃衣米金 就更能體會到歌中的對話感 而《感電》MV在7月10號推出 當天下午 米街的Youtube頻道 吳玉君發布的一支名為 404 Not Funnel的影片 404 Not Funnel是我們在流量網頁時 要是該伺服器無法正常提供訊息的話 就會看到這段文字 而這段神秘的影片時間長4分04秒 且沒有任何的音樂 就有一堆雜訊的聲音 畫面上只有一張像是懷孕的胚胎插畫 以及寫著一段文字 抱歉,你是迷途羔羊 這是我們唯一所知道的 而畫面中間時不時會傳達一些羊的圖案 將這些畫面結合起來 會獲得這樣的順序 再來將長角的羊跟綿羊 畫成線跟點 會發現這其實是一串摩斯密碼 而全部解出來後 會得到以下的句子 感電MV 2300公開 最後在當天晚上 日本時間11點 感電的MV 如同影片預告的一樣 推出了 米金表示 感電是將劇中主角們所發生的故事 和他自己最近的心境相同部分融合 進而創作出了一首歌 這首歌的歌詞裡有許多很有趣的地方 先來說說我覺得跟劇中兩位角色有關的部分 像是 真是困擾阿 汪汪汪 以及 中間講著迷路的小貓找不到回家的路 正在哭著 而小狗警察問不出來任何資訊 感到煩惱 歌曲內容除了對應MV 404的警察主題外 貓跟狗也代表著劇中個性不同兩位主角 林也剛飾演的伊吹就像狗一樣 運動神經發達 喜歡憑直覺辦案且聽力非常好 而仙人員飾演的智魔則像貓一樣 冷靜 理性 觀察力強 再來是感電的副歌 唱到了 我們兩人在用盡全力之前 把這警在一瞬間的耀眼光輝全都吞下肚 然後祈禱我們夠幸運 用誰都跟不上的速度離開 MV 404當中的機動搜查隊 是一隻主打在案件發生時 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進行出動搜查部隊 而且要在輪替24小時內盡可能完成任務 接著就不參與剩下案件處理 簡而言之 他們講求的就是速度 激搜網扮演著收集情報 處理現場的重要任務 所以他們發光發熱的時間點 就只有事件的第一時間而已 有看日劇也就很能體會這張歌詞的意境 而如同前面我講過的 歌詞用到許多兄弟、夥伴等詞語 這也是體現了劇中主角兩人的情況 再來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一段 肺中的睡蓮、遙遠的驚靈聲 相互呼應的邊界線 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一段歌詞 首先是肺中的睡蓮 這個詞是出自法國作家鮑里斯維安 歲月泡沫一書 故事當中女主角得了一種怪病 胸部長出了睡蓮 使得她跟男主角的戀情無法繼續 是一部戀人無法終成眷屬的悲劇故事 而提到這種類型的怪病 就會想要的林偉剛在2014年主演電影《幻花之戀》 當中的故事虛出了一種神秘的花 會長在極為少數的女性胸口 科學家將這些花提取成分後 可以製成全新的藥品 但這些女性卻突然接二連三死亡了 兩種怪病的類型非常相似 再來是遙遠的驚靈聲 新演員曾在2017年為日劇 《過度保護的佳穗子》寫出一曲《Family Song》 當中一句歌詞提到了 《救護車的驚靈聲》 所以如果把趕電裝這段歌詞 費重睡臉看作林偉剛 而遙遠的驚靈聲看作新演員的話 就等於比喻著兩人所飾演的主角 從兩條沒有交集的邊界線 因為經歷了各種案件跟抹合後 變成了相互呼應的邊界線 不過這也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如果有其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跟大家分享 再來是MV的部分 趕電MV的驚靈地點 在MU404主角所在的警視廳至朴署 以及即將在今年8月底結束營業的 《瘋島園兒童樂園》拍攝 MV中可以看到米金放飛自我 除了在遊樂園跑來跑去以外 最後還飛起來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自己是將兩個米金視為他的兩個人格 待在車上暫時叫做理性 而在車外跑來跑去的就叫做感性 首先第一段歌詞就是感性在對理性說話 兄弟阿怎麼樣 我已經沒辦法思考了 跟銀河系說聲再見吧 這真實道德都不適用的夜晚 玩玩拍手相識而笑 都不會有人發現 從MV感性在敲理性的車門開始 就會看出感性在不斷地想把理性從車裡帶出來 而站在感性旁邊 被稱為鏡中人的烏者們 開始凸顯 車內車外都是自己的意境 而感性在第一段副歌 最後講出了整首歌最重要的一段歌詞 我想像閃電那樣活著 你又是怎麼想的呢? 我不需要你的回答 感覺出來感性是非常有自信 嚮往自由的人格 接著李信也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信表示自己現在像隻迷路的小貓 對於之後的行動感到迷茫 而感性的出現讓他內心產生了一些動搖 那是在刹那間撼動心臟的失誤 一旦開始尋找就會跟丟 不過之後再去找也沒關係吧 這時感性順利的將李信 從灰暗停車場帶到炫烈遊樂園 看到感性漸漸往天上飛 李信心中其實是充滿羨慕的 往上飛這場景也可以看成是李信對於自由的渴望 所以李信也在這段歌詞唱到了 比起你不存在的早晨 我更寧可待在這樣的夜晚 這時一直在阻擋著李信與感性 代表內心最後防線的車子 也立即開始冒煙故障 究竟是李信自己離開了作為防線的車子 還是感性把防線破壞了 可以看到李信離開冒煙的車子後 慌張地跑走 結果看到車子完好如初 李信急忙上車 但車子卻有瞬間鼓掌 李信這時候終於接受那些聲音下車了 跟著感性一起享受著夜晚 但在歡樂過後 感性只得指旁邊 他還給了李信完整的車子 李信上了車後 感性也不再誘導他下車了 而是奔向李信跟他合而為一 接著說了 我想像閃電那樣活著 你又是怎麼想的呢 我不需要你的回答 因為這時 感性已經知道理性的答案了 而MV從開頭敲車門 到最後一幕又來敲 這兩個畫面其實是銜接在一起的 給人一種困在循環之內的感覺 這種表現的手法 在米經之間的Flamingo就曾經使用過 理性與感性 兩種每個人都會有的狀態 放點感情辦事 必須要理性思考 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是一門學問 而代表理性的歌詞 比起你不存在的早晨 我更寧可待在這樣的夜晚 相較於白天而言 晚上對同一件事會有更多的情緒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跟我一樣 覺得每到晚上總是會比較多愁善感 相較於感性而言 理性煩惱著更多事 或許是工作 或許是課業 或許是成就 或許是目標 有時候我們其實也需要感性 來解放一下苦悶許久的理性 理性在MV中 也慢慢被感性影響 從不得不去尋找事物 變成了之後再找沒關係 感性給出了人生觀念 讓理性也暗自贊同 想像閃電那樣活著 說到感性的人生觀念 就要講一下前面所講到的費中睡蓮 我覺得米金用這個詞在歌中 除了代表林野剛以外 還暗喻著《歲月泡沫》這本書的作者 作者 鮑里斯維安出生在1920年法國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 那時候年輕人對生活的觀念就是 活在當下 最後不少人都會趁著機會 放鬆飲酒狂歡跳舞 而鮑里斯也曾經在熟通預言自己 會在40歲死去 結果鮑里斯在39歲那年的心肌梗塞 與電影院過世 而當時螢幕上在播放的 正是由他自己的小說改編的電影 鮑里斯正好如自己預言的歲數死去 他那如同閃電一般的人生 同時也有著非常戲劇化的死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明明歌名是感電 歌詞中卻從未提及這個詞 這時就要來講到 想像閃電那樣活著這句歌詞了 閃電 在日文寫作 《稻妻》 傳說在古代 人們相信閃電會讓稻子成熟 也就是閃電會讓稻子懷孕 而當時妻這個字沒有男女之分 所以《稻妻》意思就是 稻子的老公 所以後來就稱閃電為 《稻妻》 感電 意思為觸電 是接觸到其他物品 感受接收到電 閃電則是相反 主動去影響其他物品 所以比起 想像閃電那樣活著 這句歌詞對我來說更像是在傳達 想要成為能影響他人的存在 沒有主見的活在世界上的確可行 但是壓抑許久 在自己心中的聲音無法釋放 只有讓我想到了米金的loser 與其想著怎麼讓大家喜歡我 不如一直做著自己喜歡的東西 等到有一天實機成熟了 我喜歡的東西也會是大家喜歡的 米金說 感電中包含他最近的心境 他曾在寫完《海的幽靈》後 提到自己的滿足感已經大到有點被燃燒殆盡了 所以之後在寫《馬魚路》時 覺得過程有點迷失方向 就像笨蛋一樣 也因此會取歌名為《馬路》 這個在日文中有著笨蛋意思的詞 這次的感電MV釋出 除了只用不到兩小時就突破百萬觀看的自身紀錄外 歌曲及MV風格 都讓人不斷聯想到loser時期的米金 最後不得不提一下 米金每次在寫詞的時候 都會讓人有種 應該是要傳達這個意思吧的感覺 根據聽者心境的不同 經歷的不同 也會對同一首歌有著不同的感受 就像你們跟我 對這首歌一定也有不一樣的看法 這正是我覺得音樂有趣的地方所在 我們就像歌名感電一樣 被米金所影響著 而米金則像歌中閃電一樣 影響著我們 那你又是怎麼想的呢?